大家好,我是佐拉,我是811年的佐拉,不是82年的费拉 今天我来尝试做一下实事评论 在2022年7月12号,中国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北京成立 据说是在中国注册总部在北京 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是要搭建一个全球互联网平台 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趋势 共赢安全挑战、共谋发展福祉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我的评论是,互联网倡导自由与开放 这个精神带了很多创新的机会 带来了丰富的互联网应用 反观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 执政前满口民主自由的政治承诺 执政后并未保障接受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与自由开放精神背道而驰 中共自建党以来 透过持续的胡州指标展开运动式治理 不断的对类进行自我肃清和整顿 对外展开审查、互害和阶级斗争 在执政后的30年里 持续的展开阶级斗争 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文化里 最缺乏的就是自由与开放精神 共产党执政的中国 持续推行言论审查和网络审查 把所有用户产生内容的外国社交网站 全部被中国政府屏蔽 中国版本的社交网站 却要通过拼用大量内容审查员 执行不透明的审查 网络环境成了电影 出门的世界那样的环境 把中国网民塑造出脱离现实的认知 我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和文化 是禁锢和封闭 不是自由与开放 从哲学角度来看 用谎言和暴力维系生存的中国共产党 并不会致力于创造一个开放社会 而在开放社会与自由精神 指导下的互联网 已经打造了一个开放社会 2013年的8月19日 习近平讲话表示互联网亡党亡国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视开放社会为敌人 金融大鳄索罗斯 也就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卡尔布普尔的学生索罗斯 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习近平 说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可以成为被掌握在 专制政权手中的社会控制手段 说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 说习近平的独裁威胁中国这个国家 疫情蔓延下的中国 社会信用体系出行马 已经成为暴政下的社会控制手段 许多汉人和持中国国籍的人深受其害 在中国也许有人认识到 经济融入到世界对中国有利 也许有人认为脱钩后 自力更生对中国有利 我认为推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这些中国人 也许真的是反对脱钩要求 继续改革开放的人 也可能是只是一帮骗取经费的人 通过随便找来18个小国家的150个代表 制作热点话题 抢夺话语权而已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评论 拜拜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城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